嗨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们今天来看一盘4v4的录像 那么解说的也是比较少 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来看一下 另外一点就是说素材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多 因为自己也是比较忙的 另外每天给大家更新 大家也能够稍微担待我一下 那么等国庆的时候 有时间给大家多更新几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4v4里面 它首先是有选将模式式 现在选将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3号位6号位 包括这个 哎呀 这曲翼没有 其实这个曲翼应该还是很强的 我自己感觉里面在这个选将里面的话 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些将 就是说该怎么选的 如果你要是玩这个里面的话 那么戒吕布 因为我们主攻8号位的话 戒吕布是选了这个 是他现在能力比较强 而且当主攻可以溜血的 这个还是不错 这里面的话 其实要选应该也是戒吕布最好 就是那个鞋比较多能存牌的嘛 相当着武将能力来说 应该这个也是最强的 当然你要用那个孙策也行 对吧 你毕竟来一波那个觉醒 当然你说要觉醒 如果对比孙策 那个 不 你要觉醒对比吕布这个发挥 那个肯定还是那个 吕布这个更好嘛 好 另外一点这把 我们选这个留鞋 留鞋的话 因为能跟我们样这个配合的嘛 好 打过去 这一盘我们用了 这大家看啊 六号位诸葛锦 应该那个对这个大桥 应该也是有所克制的 好 杀 闪 这一定要闪的 原来他有寒冰的 没寒冰的话 咱们溜血 真真真真的皮糙热火 我们才不怕你的 好 那么决斗 当然看泽这地方的话 杀 注意啊 看泽那个发动技能 你不是 看泽如果修改一下 就很恐怖了 他如果出牌 知道什么时候 都会用那个技能 那就很可怕 他把牌 你用那一张 然后给过去 那个强行抢劫 这是不可以的 好 那么 这地方的话 我们其实无蟹 留的是 应该是防那个勒的 如果不然的话 肯定要给留鞋 因为留鞋的血 非常非常值钱 那么 好勒一下 那个诸葛景 应该不是很害怕 而且 咱们 那个 还给语音打字的嘛 你知道诸葛景 爽什么牌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 就是打斯维斯模式里面 一个基本的 一个 一个一个概念 就是他 可以那个 可以 可以团队语音的 好 理论上说 斯维斯还是考验 这个技术 但是现在 以这个环境下里面 对吧 你把 其实啊 说句实话 把三国杀 做成这么一种 竞技类型的 本身就不合适的嘛 把这个 你把他当什么 竞技类的的话 本身他 就偏离这个游戏的初衷 本来这个游戏 主公忠诚 反正内奸 他就是有这个 个人身份性 并不是打这种 这种团队这样的 也这么一个 这个贴身入国的 好 火功 那么这一下 我们是处于逆境了 大家看这个情况下 绝对处于逆境了 对不对 也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 对吧 我们要坚持到底的 好 这个 诸葛景 那么诸葛景应该有吧 诸葛景的话 好好过一下牌 当然很可恨 就两个队友都死掉了 所以这番诸葛景 给我们过的牌 反正过的也很一般 就这个牌 好 杀一刀 这段武器 他 赵云不肯给 好 看一下啊 这个一口酒 这番他们肯定是通牌的 肯定是通牌的 他们就说 告诉马来手上有过 这个是你可以通牌 对方也可以通牌的 好 这个借刀杀人 然后的话 杀一刀 因为这个是 呃 不浅线 没用 因为他这是那个 猎弓的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就进入地境了 所以说就靠我们自己了 大家看好了 好 顺手牵羊 然后的话 这个吕布啊 他现在能力比较强啊 好 这个段是必中的 因为是无双神机的嘛 好 这样拿过来 哇 正好有个装备 哎 漂亮喽 嘿嘿 这下的话 这个 马带 对吧 你自己选的 这段让马带来选 这是一件那个 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啊 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啊 好 虽然说呢 我们没有赢 但是呢 我们哎 让你赵云来选择 哎 漂亮 这下这个 好 帅气啊 这个 好 那么这段的话 打掉 可以 关键是在说 这个EV4里面 如果被打死人的话 我们还可以这个 拿非常非常多的牌子 好 嘿嘿 让队友痛苦的啊 因为这让大家注意 拿装备是对方来选择 但是问题在于 已经没有敌人了啊 他们四个只有自身选的啊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 我估计这个时候 他们的团队语音里面 也是那个 也在想这个 好 然后的话 杀 闪 闪 然后的话 杀 这个地方 他那个酒 哥们 你的酒怎么不出啊 我感觉这家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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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啥 你看漏了吧 这口酒一直不喝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这口酒一直不喝 你要等着 你天堂不是锁锅了吗 这样才打的是 失误了 他今天应该喝酒的 喝酒就应该直接酒杀 或者说你留着酒杀 来 来捅这个赵云吗 这个 你如果酒 干嘛不喝嘞 你一给我酒杀打过去 他们不就那个 保证受人头了吗 好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状态太好了 所以说我们一挑三 其实还是可以的 当然乐也是非常重要 这个乐的话 如果中了的话 赵云 那个那个 大桥一直有方便 一直乐你的话 其实你也很难受的 另外一点就是那个 借大桥 他乐你的时候 他自己是可以过牌的 你看 这个判定还是很关键的 所以这个游戏嘛 天是地利人和 缺一不可的 这个这个里面 所以说 禁忌类的这样的东西 你放上这么高的 这么一个 呃 运气成分在里面 其实是不合适的 因为有的时候 运气完全可以左右 一个占局的嘛 是吧 好 继续啊 拿过来 哎呦 漂亮吧 这下的话 这个拿别人的这个装备 就是通款的 好 然后杀 这个地方的话 打死还可以摸牌的嘛 打死的话 继续摸牌 好 这个 吃一个桃子 酒啊 你终于想起来 你有你有酒了 你终于想起来 你有酒了 真是 你终于想起来了 好 杀 这下可以啊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把大桥这个牌浪费掉 这是打着就对的啊 杀他 他必须发动流离的 因为你如果直接 他到云的话 也能打得死 但是这样 大桥那个牌 因为你杀他 他必须流离 他不流离的话 他打死了 这个游戏就直接game over了 因为他是主攻的嘛 所以这下可以 也就逼着你啊 等于说这一盘 我们吕布 有一点逼着这些人 自相残杀吧 你看拿他们的 因为利益拿他们的装备 就逼着他们 选择决斗对象的嘛 然后你看最后 这下也逼着大桥这样子了 所以说这个 这个这个吕布啊 这个还是比较强的 其实改过之后 我感觉这个吕布才是 你我之前说过了啊 你如果把吕布设计的 比二次元还要强啊 虽然破坏游戏平衡 倒我能接受啊 你不管是游戏 还是演艺里面 甚至打发的证实 你们这吕布的武艺 都是天下无双的 就这么一个天下无 就是当时那个时代里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超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么一个战神级别的人物 你把它设计的顶级的强 对吧没什么的 你看这段话 咱们IG闪电满血复活 对吧 这就是吕布的能力的 对吧 你这大桥的话 我让你绝望 对不对 老子给你劈一下 又能怎么样 劈了我照样满血复活 对不对 有本人这个这个闪电 再帮我们劈子 我再给闪电劈子 我们打赢你 那就那就够吹了吧 我已经中了两次闪电了 中了两次闪电 好我们这时候给开快点了啊 好 那么看一下啊 借大桥的话 当然我说过了 借大桥 因为他这个方片乐住 他可以过牌的嘛 所以说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他有乐不思蜀 可以发动这个国色 这个机会还是比挺多的 这个他这个能力摆在这里 我没想到他这个 估计他要是乐不中 他也死了 我们有这个火工在了 火工的话 可以把它烧死 对吧 这般这个吕布 发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这个借吕布 当然这吕布 这个武将戏呢 也得改过的 以后大家也可以 多多尝试一下 另外大家如果有什么打得非常亮眼的素材 可以发挥我的 如果是一些普普通通的 就不要那个 占用我们的工作时间了 好 那么今天的精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